街道上车水马龙 银行里的工作人员点钞票 点到手软 这里是巴基斯坦独立建国后 第一个首都克拉茨 也是全国最重要的经济中心 平均一年税收占全国的35% GDP也占全国的四分之一 但这些经济数据之外 克拉茨的问题重生 让不少居民摇头 经济学院的评分以一百分为满分 克拉茨在文化和环境方面 空气和水源污染严重 缺乏合格的医护人员 这个项目的得分只有三十五分 由于官僚体系失能 也造成治安败坏 社会安定这个项目中 克拉茨的得分低到只有二十分 也就是说和市民生活 最息息相关的几个因素 这个经济首都评比 都是连补考资格都没有的死党 但也有社会团体认为 市民不能什么都依赖政府 很多时候要靠自己的觉悟 承担一些责任 当然克拉茨也不是 没有表现合格的项目 例如教育方面 市民的市自律 在巴基斯坦算是高等 也有资源新办品质 较好的学校 因此获得六十六分的评分 但总体而言平均三十七点五分 对一个曾经是国家首都 现在仍是经济中心的第一大臣 仍旧相当难看 巴基斯坦历经政治动荡 又面临经济濒临崩溃边缘 仰来国际纾困才得以撑下去 要能改善克拉茨的生活水准 不仅是市政当局 也是整个巴基斯坦的重要考验 公司新闻学长编译